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出席美军印太司令交接 卸下军职退休的前印太司令戴维森 是现场唯一一位提到大陆的人 美军将在今年911完全撤离阿富汗 美国国防部重点任务 也从过去20年的反恐转向大国竞争 奥斯丁表示在整合威慑的概念下 离手攻击一个领域 美军将从多领域进行反击 日本共同社指出 新的印太司令艾奎里诺 将在5月下旬访问日本 强化美日同盟关系 并且讨论东海台海以及北韩局势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表示 美国国防需求的改革速度 取决于大陆带来的挑战 强调外交是重要的 而美中冲突不是不可避免 TVBS新闻 李嘉辉 美国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s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